我剛才說了十年前看過你梁足迪的成者 其實我覺得你本身已經一組好AI的演員 有一種很獨特的康厚 感覺有點疏離也好 平時看你的戲 我會有一個很深的感覺 其實你平時是怎樣的 你的演員平時是怎樣的 所以我又有一個問題 你最近有沒有留意東章西望 何生何太的爭拗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繼續有做東公西公 這件事都會是你可以擺放進去 我昨天看到這個問題時 其實有很多感受 我也有跟我同事說 哎呀 怎樣說 所以你見到我回覆你 下面我是跌跌了 我回覆你之後 我再想一想 我先打給我的同事 我說金城 這麼嚴重要打給我的同事 把球給我是一個這樣的球 所以我跟他說 這件事真的三年兩月說不完 但他一句說話就改變了我的主意 我的同事 他就說你叫非常林逸華 誰叫你改了團名叫非常林逸華 所以我後來回覆你 我用了他那句來回答你 我每晚有一段時間 其實是會所謂灑廢 即是灑廢 就是回到休息的地方 就是按住他之後 甚麼都照看如意 通常現在就不是看電視 現在很多時候就說 你會看一天的新聞 接著你可能就跳到YouTube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就是因為你平日看甚麼 他的數據就是這樣運作 所以變成有些東西你一定會看到 我是一個香港人 土生土長 我沒有可能是一個 跟娛樂沒有關係的人 所以你剛才問我說 我的日常有沒有娛樂 是有的 但為甚麼我沒有把這些東西 放到你見到的某些作品裏 其實是有放的 不過放的方式可能不是你剛才說的那種方式 它是滲透的 它不是切割或是絕緣 不是這樣 第二件事就是一定是跟年紀有關 這個不能說 因為真的在一個程度上 你會在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開始明白是減東西不是加東西 所以就算現在我去看娛樂新聞的話 我都會代入那些二十多歲的人 他們會怎樣看這件事 三十多歲、四十多歲 因為每個人其實看到甚麼 跟他現在的人生階段 是欠缺的 或者是想要的 是很有關係的 到我現在來說 我猜真是我想要的 或者我在感受自己的 誰都不會跟我在06、07、08 寫很多娛樂文章的時候 我不是同一個人 還有一件有趣的地方 你會發覺這些是重複 昨天你跟我說過可白的案件 我又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我就想了解是甚麼 他說了兩句 我說這不是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生了嗎 在另一個人身上 是嗎 是 是 是 所以它又符合了我對現在 有很多所謂的新聞 其實我們漸漸都不能夠叫它做新聞 那些不愧是叫做信息 即是這些信息如何是循環再用 所以整個清潔的文化 在我們的社會或世界上 對我來說 其實已經變成一種 很容易令人冷漠 或者令人麻木的一種原因 所以有時我亦會坐在這裏看的時候 我迫自己看 因為我很想了解 媒體如何找回它與受眾的關係 亦是說這是一個設計 我對這個設計仍然有興趣 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 或者生活在這個時代 是有很多小節或者細節 是充滿了樂趣 或者是充滿了解答很多問題的契機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用放大鏡 去看那些被放大了的事 而不是用顯微鏡去看一些很小的東西 回到你剛才所說的 何先生或是這件事 他從來沒有改變那件事 就是他是關於恐懼的 我經常都覺得有件事很有趣 譬如我看一些娛樂新聞在YouTube那裏 其實是萬變不離其中 都是說你看看他老了很多 或是說他好像沒有老過 又跟著說他瘦長腿 腳很長 或是說他生完好像沒有生過 我聽這些的時候 我全部都是只有一個字聽到的 就是說你害怕不害怕 其實如果我們每個人 如果都對自己做多些要求的話 我們就會清楚自己跟兩多很多 我之前和一個俊憐的好朋友 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我很相信我們的成長背景 都很不同 他突然說他有看中華英雄 我是很詫異的 我就是說你有沒有看過 因為你成為林奕華之前 或是成為非常林奕華之前 其實你是怎樣的 是很街童、很屋邨 還是你很小的時候 我從來都是街童來的 金城 我從來都說 我知道你有些甚麼 想知道你有些甚麼 不只我說自己是街童 有些劇評人不是香港 都會說他這些是街頭智慧 他形容我做的那些作品的方式 或是街頭智慧 我是十歲、九歲、十一歲 在做龍門客棧 我穿著睡衣 從家走到龍城戲院買票看 所以我在一個情況下是這樣 我只不過不是看中華英雄 我是看其他東西 我是看十三點 是這樣的 中華英雄和十三點 其實都是英雄 你又不周星馳 周星馳是街頭智慧的一個演繹者 所以街頭智慧有很多種 但我不知道 他說我是街頭智慧 我想如果你現在問一下 可能很多人不覺得我是街頭智慧 他說我是街頭智慧的時候 我哪個街段在做甚麼 就是那些四大名著 水滸傳、西遊記 看資料 其實你之前好像在電視上 是不是會有些演出 之後反而是沒有的 其實不是 其實只不過是有動過很早一點的虛榮心 虛榮心就是14歲的時候 14至15歲 我想是正常的 因為當時電視行業是非常非常年輕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有點像你現在說的AI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我要跟它發生關係 再加上我其實14歲的時候 是因為13歲的時候 家裡爸爸媽媽離婚 所以就把我送去其他地方 我經歷過有一段不在香港的時間 不長 但是對一個13歲的人來說 其實是很特別的經驗 所以一回來香港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我不是想讀書 我就是想做一些事 是令到自己覺得我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我有幾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我打電話去TWB 接著他們幫我接電話 接到孫旭錶那裏 我不知道孫女士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這麼愚蠢的 即14歲穿下校服的人 是在一天放學後 就上去TWB見他 因為當時宋豪輝跟著King Sir去了麗的 我就說你們沒有了宋豪輝 我可以來接他 不過我不懂彈結他 今天是我去的 有一個人陪我去的 那個人後來在無線做了編劇 我們不要說他是誰 他有助我膽 那天Yvonne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她問你一些問題 聽你怎樣回答 回答後就告訴你 作為一個十多歲的人 我都聽得明白 似乎你要回到自己的世界 宋豪輝那時是多少歲 宋豪輝應該有二十歲 十四歲的人想回答你二十歲的人 但我怎知道誰是宋豪輝 所以基本上你對出鏡有幻想 能言善變 說話沒有問題 好樣 為何之後不出鏡 好樣是要三百六十看好樣才行 不能只有一面看 比較可以是不夠的 然後故事發展是怎樣 我便開始寫東西 我便投稿 我投稿給一些年青人雜誌 我認識到余曾 同時我認識到金國良先生 因為我幫這些年青人週報寫稿 所以他們給我一個任務 就是每星期寫一篇明星的訪問 我那時15歲 然後我最記得 我穿著校服在現在 堅拿道 變成養老院 以前那裡是一間很大的咖啡店 因為我是讀玫瑰缸 所以我的校車下來了 然後我便坐在那裡等溫拿 等了很久 那時溫拿未到最紅 但是開始紅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寫明星訪問 所以寫下寫下 接下來派給我的就是金先生 即是你去訪問金國良 金先生那時 真是一個正在改變電視的 你可以說是水平的一個人 電視劇的水平的一個人 那時那些小朋友真是很奇怪 很早熟 因為我們會分析為何朱門苑會這麼紅 金先生是拿了粵語片的朱門苑 故事和人物 把它變成像喜劇那樣寫 最重要這件事 就是因為朱門苑的編導叫做張之閣 金先生是介紹給張之閣 介紹的原因就是 有一個節目叫青春樂 每個星期需要15分鐘的短劇 他問我寫不寫 我說寫吧 但我不懂寫劇本 金先生就升為編導 他開的第一個節目就是 少年十五二十四 我不管 我負責高分 我已經放棄了 最少我爸爸跟他那麼熟 我沒有翻證照 你馬上就告訴我爸爸 舊子長頸寨就好 哪用得這麼辛苦 有一晚我問金先生 金先生 你覺得你可否 在少年十五二十時裏 於是我成為了同學甲月丙 其中一個 拍攝的過程中 我知道我不是一個幕前的人 我覺得我可以做一個MC 這個我覺得我可以做的 我知道我是不適合做任何的 第一不能唱跳 第二不能演戲 我試過給自己試一次 寫一個劇集叫職業女性 有一集叫姆德兒 是張馬尼製作的 我將自己寫了一個角色 就是她弟弟 然後媽媽是黃馬尼 我很想試試自己能否演戲 我沒有多少句台詞 你也是做自己 我發覺我完全不懂 因為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性別 如果現在我是沒有這麼漂亮的梁朝偉 或者沒有這麼漂亮的劉德華 總之我沒有一個 我自己對自己的性別的一些 內心小劇場的話 你去做什麼角色 你就覺得那個角色是中性的 但是當我對自己的性別 是有一定的認知的時候 你做所有這些角色 你都是在穿別人的衣服 在扮演別人的 所以我明白到 我是不懂得這樣去不斷扮演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性別呢 就是因為性別是很特別的 因為你放得在一個大眾的面前 我們叫上桌面 大家對什麼是一個男性呢 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標準的 所以你如果不是這些標準的話 最好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你騙不到很久 或者你辦不到很久 我猜我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會知道 演員不是我的本分 也不是我的能力範圍之內 那會不會是 第二個性別會令你做得更多 如果是 算我突然這樣問 當然是 因為這個牽涉到自我想像 你會想像到自己是你淋淋 或者你喜歡的那些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有些東西很有趣呢 就是為什麼我是多女英雄 比周星馳更多 所以你從這條線 會明白為什麼我和Winifed是好朋友 或者我有說過一個華人笑 就是我上去身 因為她很喜歡 我剛才說的 例如 芳芳 苗軒人 Dudu 李琳琳 王恩斯 Charlotte Gainsbourg Isabel Ripert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Betty Davis 全部這些女性 對於我來說 她們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是在於 她們 不是建立在一種 我會叫做 只是一個 fantasy那麼簡單 她們 之所以會是 能夠在我們心目中 我大膽 假設對Winifed也是 就是她們很堅強 所以我想這件事 可能和我從小到大 和媽媽很親密 是很有關係 或者我內心裏面 既覺得她有她堅強一面 又覺得她不夠堅強 所以我覺得有少少是我 去到外面的世界的時候 我在找一個 更加理想的女性 就是這樣 你這種 可能和一般叫男性 不同的想法 或者對自己的性別 可能會有 和自己原生的性別 會有一些差異的感覺 有否令她受到欺凌 或者是不同的看法 當時是 你如果對那型兩個詞 免疫 即你有某種煞蟲水噴了它 這樣就還好 說回來 幾時到 都是好奇你之前 會形成你自己出來 即發覺喜歡寫到東西 創作到 很清楚自己要甚麼 取向 或者自己想尋求的性別 何時開始很清晰 我覺得這是遺傳來的 環境只不過是我索造出來的 我反過來覺得 因為 我覺得我有些東西 是很像我爸爸 但你沒有辦法 因為那件事是從小到大 耳如目染的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 我不能夠說她是我的偶像 其實我爸爸媽媽對我來說 也很特別 因為 你想想 我最近也有跟我的朋友說 回想 他們結婚是家裡不贊成的 所以我從小就聽 他們怎樣去 艱難地爭取到婚姻 但又有件事很有趣 就是 他們離婚時 我十二歲 所以他們只是一起十二年 其實十二年是很短的 所以有時我回想 我自己的生活 都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我覺得那些 很重要的事 其實是發生在很快 但它留下很久 其中一件事就是 父母對我的影響 我想它對我最大的影響 就是 它很早讀完中學之後 它就決定不讀大學 它不是沒有條件讀的 它是很好的學校 它是很有資質的 但是它就去了做海員 所以它要去看全世界 所以它是做了不知多少年海員 它是十二十九歲才回來 才回來 三十歲結婚 所以我現在都會覺得 為何我好像某一個程度上 都是一個類似的軌跡 就是 你怎樣去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才能幫你建立得到 你裡面的世界 我看過羅應聰訪問你 你都沒有介意 他連主持人說 有些劇他都看不明白 知道你這些東西 長期好像有個感覺就是 你很讀書一格 有些人看完出來 是一頭沒水 也有些人很支持你 但我又覺得你是 你成為了一個印象人物 因為 這樣去讀書一格的人 真的不是只有你一個 但你又成為了一個很代表性 很地位崇高的一個人 嘩 這個 我的意思是 你是不是都很懂得在一個 很能夠在一個位置裡面 這個範圍裡面去自處到 怎樣都可以做到自己的事 甚至乎可以跟其他人隔離 是有幸運的成份 最大的幸運 我為何會遇到榮念真 最大的幸運是 為何那時是香港的八十年代 最大的幸運是 為何我會覺得 有些電影、有些書 人人都看過 但他們跟他聊天 跟我跟他聊天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真的這個幸運 我必須要說是 好像一條鏈一樣 一顆珠搭一顆珠搭一顆珠搭一顆珠 結果是一條很漂亮的鏈 但每顆珠都是不同的 幸運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或者是這種幸運 令到我會覺得 我其實是有追溯過的 因為有些人說 早一陣子 其實說得比較多一件事 是影響香港人最多快樂和不快樂的 是原生家庭 例如現在我有一些朋友做父母 即是很年輕的父母 我都會覺得 其實你們的婚姻關係是怎樣 不重要的 在某個程度上 但是你們最好能夠令小朋友覺得 不論你們是在一起或不是在一起 你們都是很愛他 我的幸福 某個程度上 是我父母離婚的時候 當然我覺得我媽媽是有苦悶的 但是他們雖然後來都沒有真正能夠成為朋友 但是他們沒有悲傷對方 他們亦都給我有一種感覺 就是這些叫做大人的事 所以我會覺得我頭十二年的童年 是支持我到現在的 去紐約是很有趣的 我有一個紐約的經驗 就是我去找不知道第幾街 我其實在地鐵出來那裡就是來的 但是我轉…因為我不會分左右 這個我是很出名的 即是別人告訴我 走出去就是轉左 我就是轉右 到現在我左右手都是不協調的 所以我是不能開車的 我真的因為其實應該轉右我就轉左 結果我走了一小時才回到我 其實我剛才出來那裡 原來就是這裡隔離 這個經驗是不斷發生在我的人生裏 所以你剛才問我說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一種… 我不覺得你剛才是這兩個字 但是可能譬如經營或計算不是的 是各種的幸運 令到這些事發生了 反而創作不是說幸運的 是幸運幫你打了一個基礎 令個人樂觀 所以你不會創作成功和失敗 是創作得那麼絕對 於是你個人放鬆的話 你隨時都可以順手黏來 所以之後我做很多事 我都覺得是經驗幫助到我 而不是運氣幫助到我 所以你說我做很多事 其實是否人們看不明白 或是怎樣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都不要看 只是他們現在覺得明白不明白 因為永遠都有兩面 誰知道二十年後又怎樣 所以我覺得我的經歷 令到我必須要做這樣的 假設我們做的事不是現在的 你經歷過很多不同時代的觀眾 現在的年輕人 當然我相信更加自我 大家都會有自己那片天敵 正如之前會有提過 從陳奕迅之後沒有巨星 你都很覺得 我們香港要積累我們的土地文化的肥沃度 但好像每個人都只是去處理 或關注自己的地區 大家相對沒有共同的回憶 也沒有共同文化 這個積累其實好像都會是悲觀的 積累還是你會覺得 但這不只是在香港發生 這是全球性發生 不過是說世界不同的文化 它累積了幾多百年 它累積了幾多千年 我們累積了幾多十年 還要再說這些船到底是甚麼釘 哪些生鏽的 哪些不生鏽的 是不鏽鋼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我們要調節的都是自己的歷史 其實好像我們現在的創作 是真的很多時候 我其中一個很感興趣的東西 是不能夠不回到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潛伏在裏面 最深層的恐懼 你說悲觀所以我用宿命 但我們亦不是宿命 即是宿命我們就做一些戲 就告訴你沒有的了 是沒有爐走的了 舖頭痛屋 我們都不是 我覺得我都在找 譬如說回來說 如果我的人生前十年 給我有一些積極的力量的話 那這些積極的力量 是否可以透過我往後幾十年 累積到的某些東西 把它變成大家都可以分享的呢 所以這件事亦都是 我會覺得在一個程度上來說 是我們要信任觀眾 但是那個信任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你會願意不那麼快去做一個判斷 你會願意去在這件事再發生下去的時候 然後等待你覺得或許會出現 或許不會出現的那一道門 或許是那一隻窗 你現在說的東西 我會覺得你對於一個人的內心 是一個很深的滑掘 即是前世今生 感情和想法都是 前世今生很重要的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整個世界社會環境 都好像… 平面的 亦都很悲傷 它籠罩著一些東西 因為很多人未知 可能是生活 都已經是很徬徨之類的東西 對於你還要求挖掘它們的內心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空間或有多少人 還可以… 我不管那些人 我和你去研究我心裏面的東西 我覺得我的作品是帶給社會歡樂 和帶給社會一種… 怎麼說呢 不是灰暗的東西 不過那些歡樂可能在一個程度上來說 不是那些大眾娛樂裏面定義的那些歡樂 所以當大家吸取到大部分是大眾娛樂的那些歡樂的時候 可能它就會排擠或者排斥我的這些歡樂都不定 所以我們是需要時間磨合的 譬如上次艱辛歲月 我覺得艱辛歲月其實有很多幽默在那裡 因為你想想那些人戴著耳機 耳機說什麼他就說什麼 對我現在是很噁心的 我笑的 我覺得很荒誕 但你想想在現實裡是否不是這樣 在現實裡其實很多時候 真是媒介跟我們說什麼 我們就拿出來跟別人說 所以這也是一種反映現實 不過我不是用一個龐白說 我做這件事就是想大家明白這件事 我想大家意會 回到後來你說那件事就是 我從來不是想觀眾不明白 因為觀眾如果不明白 那我為什麼會明白 只不過有一件事是習慣 我覺得其中一件事是習慣 因為大家都習慣某一種模式 或者某程度上我喜歡做現在我做的戲劇 我是覺得你進來 第一 你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我是喜歡在創作上去驚訝人 如果那個作品沒有驚訝 我覺得是很大劑 對我來說 一個作品最大的生命 不是說耶穌 絕對不是說一些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一個作品最重要的 其實是有沒有電光火石 忽然間你會覺得有一個時刻 這個時刻是令你覺得 我在看什麼 發生什麼事 我想我是追求的 但這件事對於我們現在的社會來說 是不適合的 因為大家是想那些東西是可以控制到 而不是進來之後我交給你 是否更加是這樣 你覺得現在的觀眾群是更加想控制到 你和外面的環境是有關係的 他不是說因為他是觀眾 所以他想控制的 因為現在我經常覺得 相對來說比較沉悶的就是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大家喜歡說的是我會成功 另一件事就是我想拿回一些東西回來 這兩件事都是跟Power有關的 你也可以說是整個大環境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的Power消失之中 或者是Power在那些你覺得 他不會幫到你的人手上 所以變成這些東西大家想控制的 亦都是可以理解的 只不過我有時想分享的是 真真正正可以改變的不是Power 你的電光火石 無論在形式和故事上 都會發生的 是否想 那個電光火石 其實就是他有幾能夠接觸得 一樣已經失去了的東西 叫做真實 所以對我來說 那件事是相對難的地方 就是誰可以決定什麼叫真實 我只能夠用我自己的經歷 用我自己的性格 看東西或者想看到什麼 去說我覺得我正在做這件事 應該是我心目中的真實 所以現在我跟著做梁竹 我也是 我跟著做梁竹 其實是很多影像的東西 放進去那個劇場 不是你看過2014的梁竹 我現在這個梁竹 我們是去拍了一件事 就是 因為我們上一個梁竹 最後是講到 梁三伯在美術館那裏 懷念竹英台 就看著竹英台畫他的一張畫 那個是我版本的哭份 所以有首歌叫做 你有在美術館哭過嗎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梁竹 十年後呢 是講梁三伯 天天走去那間美術館 去看那張畫 去看竹英台 所以那條路 將會是 變得越來越長 他最初是走一天 慢慢是走一年 慢慢是走一百年 他才行得到 當然這個是一個比喻 那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 越來越快 時間對我們來說 已經不再是一個 我們拿來做好一件事 的那個媒介 時間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怎樣可以去駕馭它 控制它 所以時間本來是個自然來的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是用個非自然 來去殺死時間 所以時間正在消失 那我怎樣表達這件事呢 就是我想到的一件事 就是我要去一個美術館 我要一個人去一個美術館 你感覺到它要走很遠 所以我們就去了挪威 去了奧斯陸 我們去Monk的那個美術館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一個演員走在山那裡 很遠很遠地走回去美術館 剛剛去的時候就是 我們拍了很多大雪紛飛 所以你就會看到一個人 在完全見不到任何東西的情況下 不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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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昨晚在台北排戲 盧家欣唱著那一首 你有在美術館哭過嗎 我們放這條片出來 他們覺得是應該去的 因為人將會越來越沒有這個機會 怎樣去真的走一段路 我們只會越來越快 快到就是我根本不用出這間屋 我全部東西都在我的房間裡搞定 我不會再走出去 跟一輩子的認識自己 思考藝術有幾大分別 算不算 即是想探討的事情 他們的形式很不同 因為他們都大了十歲 所以我不可能叫他們做以前做的事情 所以我這次才找了三個現在是二十出頭的人 來做他們十年前做的事情 而他們就做別的事情 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就是唱了十年前的歌 但全部不同唱法 AI對我來說很有趣 因為我們最近開始學習和AI溝通和交手 文字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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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戲劇顧問 是一個非常鎮定和智能的人 所以我們最近做了一些事 在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幫自己找這個戲劇本 但不是叫他寫一個劇本 他會試一些東西很好玩 是我的戲劇顧問會做的 不是我做的 是他做的 他把一首你有在美術館哭過馬 放進去 App 然後說 請你用這首歌 編一個劇情出來 有對白的 他就編了一個出來 我們就在看他怎樣編 所以我們不會用這些東西 但我們懂得到他是怎樣思維的 所以在下一步你會要他做什麼呢 我們就很喜歡玩這件事 譬如 不死板那樣東西 不死板很厲害 很厲害 要這樣說 要這樣說 一步一步說 我興奮的原因就是 我首先沒有期望他會這樣做到 第二就是 你也在這裡找到他的痕跡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不會叫他 他有他的陳康濫調 但是 這個不是絕對的結果 所以我會想像 如果有人說 我就當這是我去拍了東西 那些人就會覺得他死板 但是我戲劇顧問 他會再問他 再問他 所以這就是我想說 AI跟人的關係 他是會幫到你的 如果你要求自己 你要懂得要求他 不是說他來服務你 如果你覺得 AI只不過是 按鈕的話 對不起 你是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你明白到 AI是一塊大的田 所以你要去不斷播種 不斷灌溉 不斷懂得 不斷去找那個精華 你是會被他幫助 即是對於AI的 所有的事情都有兩面 所以我舉多個例 很好玩 就是我們問他 因為我們有他台詞說 藝術家是否都單戀生命 那我叫他 這個是我問的 你可不可以給 十個單戀生命的藝術家的名單給我 我很好奇 他會怎樣看什麼叫做藝術家單戀生命 結果他出了一堆 我跟我的戲劇顧問在這裏討論 我便說 似乎他不是在說單戀 他在說熱戀 所以我們便問他 請你說出單戀的定義 他跟著 因為你有這個步驟 你幫他re-define了什麼叫單戀 過了這個步驟之後 我們再說 用你剛才的這個定義 請你再出十個藝術家給我 怎麼都不同了 有六個不同 然後那些 你一看 例如我舉個例子 他出了一個 Mark Rothko 他出了一個 Jackson Pollack 至少這兩個 我覺得我們是正確的 對的 對的 因為你看到他的選擇 就是執著和不同的 他可能跟所謂的觀眾 習慣的分別 他不用畫筆畫畫 他只是撲的 還有他所有畫都是同一張畫 不過是不同顏色 我覺得很興趣 所以我會想像到 如果你懂得問問題的話 你和AI是會成為很好的朋友的 你和AI是會成為很好的朋友的